疫情 看到污尾熊跟袋鼠 大家應該就知道這次我們去了哪裡 那關於澳洲袋鼠的傳說 觀光跟旅遊當然不會是這支影片的重點 你看封面圖片就知道 接下来的独角当然就是马萨拉蒂 这次马萨拉蒂蛮特别的邀请我来到这个地方 是阿德雷德的The Band Model Sport Park 简单说就是一个赛车场 只是它的营业形式有点不同 你现在看到我站在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间又一间的房间 Pit的整个Building 其实就是一间旅馆 也就是说这个赛车场 在没有举办比赛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来这边住 开着车来这边 参加一些赛道日的活动之外 也可以在这边住一晚 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房间 虽然有点乱 可以来看一下 OK 就是很简单的 然后呢 在这个Lobby的部分 摆了起来还算还蛮厉害的一些收藏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F40 Monsa SP1 GT2 还有GT4 好 这边呢 是 SL 老的 蛮漂亮的 DB5 它后面呢 就是 MIRROR 对啊 这个堪称是超跑的第一世代非常经典的造型 那实际上呢 那实际上呢 在后面啊 还有更厉害的 对 还有F1赛车在这边 那这个是Dalala的Costworth赛车 好 Benetton的F1 我相信有老的F1赛车名应该就知道了 好 那在这边呢 是的 身价最贵的 还有 在这边 Bugatti的Geron P1 GTR 还有 918 好啦 那等一下 我们要 下赛道 体验一下 Gran Turismo 跟Gregale Trophio 试驾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下 马萨拉利在赛车方面的历史 话说 1914年呢 热爱赛车的马萨拉利兄弟呢 在波鲁纳创业 开设一间 专门打造赛车的工厂 并于1926年呢 终于推出第一款挂上自家品牌的赛车 Tippo 26 那投入赛事就拿下许多胜利 也打响了公司的名号 那之后几款作品也都有亮眼成绩 如1938年的8CTF 那装有直列拔缸3.0升 机械增压引擎 甚至在美国印第500 还拿下胜利 战后的1947年 公司决定进军跑车市场 推出第一款街车 A6-1500 GT 那之后在1950年代中期呢 决定参加F1 而打造的250F 高度均衡性让第一代的F1车神 黄曼妞方久在1957年为马萨拉迪夺得首座F1的世界冠军 那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五个F1世界冠军 60年代的代表 就是Tippo 60赛车 那要视为当代轻量化技术的标杆 大约200条细小金属管焊接而成的车架 那因为形状像鸟笼 所以有这个宁称 此后 马萨拉迪虽然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1993年菲亚特集团接手 并在1998年交给法拉利代为重整 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这时候推出的重返赛道限量制作的超跑MC12 第二加入GT1组别的MC12赛车更是主宰了所有赛事 至今已有110年历史的马萨拉迪 在过去曾经写下许多你我未曾亲眼目睹的辉煌记录与故事 也造出许多粗类拔萃的杰作 这些都成为现今马萨拉迪的养分 让每部马萨拉迪甚至是休旅车 也都具备了直上赛道的本领 听到这个声音蛮开心的啊 我对这部车一直有很高的评价 很难想象休旅车在赛道上的表现 可以像在甲鱼一部GT车那样快活 你听听看车头那句海王新V6引擎的声音 还有过弯时如刀切豆腐的指向性 完全不像休旅车会用的驾驭表现 照理说休旅车不需要这么大的功力 但它可不是一般的休旅车 而是马萨拉迪亚 谁要踩下油門 对速度的欲望就会完全挡不住 530匹马力配上8速手机板 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3.8秒 在赛道上完全没有因为休旅车片高的中心 而出现飘来飘去的比比 真的不能小看它 你看 你看 因为是新的跑道所以不太熟悉 那有些出弯点呢 需要再注意一下 所以本来要介绍的 都讲不出话来的 我的变速箱蛮聪明的 我用自排模式 我觉得会比手排模式要好 然后它的气压懸吊 在这么刁钻的跑道 还蛮稳的 主动气压懸吊 良好直升性的 不会让一再过完时绑手绑脚 进出弯脚的速度 掌控相当出色 刹车的层次也蛮好的 因为一般的像这种SUV车 在这种弯 刹车的负担通常会比较大 我喜欢这个声音 我喜欢这个声音 现在170 180 190 250 我刚刚已经体验过的第一回合 这一次我们使用的跑道是3.7公里西边的路线 不过我在现场看到这台车其实蛮感兴趣的 因为就以前传说的历史 台湾最初那时候有进口两台 叫Merik 到现在还有一台还存活着 据说是在台中 但是因为比较少在路上看到它的踪迹 它是1971年那时候推出的Bora的双升车系 中置引擎后驱 非常有趣的是这一条呢 这个是假的 这个不是真的这个锡柱 那这个中空的 然后据说这个是玻璃纤维做的 当时的技术因为没有用碳纤维 只有玻璃纤维 然后就整体的线条来说我还蛮喜欢的 尤其这个窗框 我不晓得门可不可以开 锁起来了 这个设计是还蛮特别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赛道上面会有 Torin Turismo的Torfeo的试驾 Gran Turismo在2007年推出之后呢 就会是为马斯萨拉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高颜值且体态潇洒 那来自法拉利的米8引擎 每次拉转所演奏的美妙乐章更是一绝 而这次新一代Gran Turismo在设计上 品持着过去建立的美好印象与经典元素 动力方面则用上自家开发的F1技术 Natuno海王星3.0升V6温轮增压引擎 Torfeo拥有550匹的最大马力 零百加速3.5秒的速度 展现更火热的意大利激情 车舱是Gran Turismo的另一个强项 同级2加2跑车中最充裕的空间 能够让市民成年人随时来一趟远行的同期 皮革座椅的高质感细腻程度 还有散发出浓郁的意大利精品格调 双触控萤幕使用起来更是恰到好处 人车之间的互动更密切 Torfeo来啰 它的550匹马力在这个弯道呢 我相信它的节奏感会比Modella更好一点喔 好爽 OK Go Go 这个动力更饱满更扎实了 好 这里是比较刁钻的弯角 这个弯呢 要在稍等一下 踩個煞車 這裡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高速彎貼著這個 就由我們上下貨的起伏 非常穩定 煞車也很累 然後呢 這個腳盒的勁道 非常有質感 你可以透過你的腳去感受 自動的效果 好,看準了 出彎點這時候 油門到底 550匹 你看到這個大支線 已經可以衝到220-230匹了 你要知道這台 是車重將近1800公斤的大車 然後 在這樣的跑道跑起來 它可以兼顧到舒適性和穩定性 像這種髮夾彎 我的方向盤 不需要 比如說 去跟 車子搏鬥 都可以輕鬆的對準 出彎點 喔 你看 這樣一個上坡 下坡的節奏 又非常的棒 煞車呢 你也不需要太 過於激動 這時候 可以感受到方向盤在轉動的時候 前輪跟車子之間的互動 再來囉 220-220-220-3 多麼讓人感到舒服跟暢快的一台車啊 可以在賽道上面 輕鬆的跑 又保有舒適性 非常非常好 開了越久越喜歡 好了 看到最後呢 大家可能會想問 為什麼是Grand Tourismo 但是我想說的是 為什麼不是Grand Tourismo 在這麼好的天氣 這麼樣的一條刁鑽又有趣的跑道 試駕這部Grand Tourismo Trofeo 我又感覺到它 不一樣的地方 非常平衡的車身跟底盤 非常強勁的動力 開起來的感受呢 覺得又比之前還要再更上一層樓了 是的 想要知道更多新車試駕的訊息 還有內容 大家要密切關注我的頻道 而且記得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